南投县工山发展投资测进会 在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办理 2016中小企业产业提升创新研发经验交流高峰会 即中小企业荣誉指导员交流会议 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洪睿智代表出席盛会 并感谢荣誉指导员吴斯的奉献 互相交流传承产业发展经验 让县内的中小企业顺利发展 南投县工山发展投资测进会 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办理2016中小企业产业提升 创新研发经验交流高峰会 即中小企业荣誉指导员交流会议 洪秘书长表示 明年透过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经费补助 那县内中小企业经营绩效良好的企业组担任荣誉指导员 将企业的经营经验管理策略传承 地上县内中小企业经营绩效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区 就是中部五个县市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岭 这五个县市的中小企业的荣誉指导员协进会 共同来参与 也无惠就是希望借助由这个活动 让这个中部五个县市 这个荣誉指导员还有企业能够互相的交流 联络情感 然后把他们企业经营的经验来互相分享 经济部中小企业农与指导员 中区主委曾永春表示 为促进中小企业交流 每年办理交流会 除了介绍中兴新村经典会 并把中创园区内的建设与服务 介绍给与会农与指导员 让更多企业进驻南投县 我们中创园区的一些建设 中创园区的一些建设 让其他五线市的融子园 也是我们中小企业的这些企业老板 来这边知道我们中创园区里面 有做哪一些服务 那我想今天我们也有请三家厂商 来这边给我们做一些 就是进驻在中创这边的一些概况 就是到里面可以发展什么 这边可以提供什么 哪一方面资讯 那我想说 借由我们荣子园协进会 这次的活动 我想可以把一些 五线市的这些企业家 带到我们南投县来 基本上我们荣子园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我们既有的经验 把这些好的厂商 他们很优秀的行销 各方面的资讯 然后他们有在国外发展 各方面的一些资讯 然后来宣传 然后来传承给这些 新进的 新上来创业的这些中小企业 让他们可以减少一些风险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个荣子园这个团队 基本上是在我们 整个台湾都有在动 那我们叶助长也很用心 在这一块那这些中小企业的 所有的干部都每年都要 都要受训了 受训下来就是要分配到 各县市的公测会 做这个服务 此次活动共有中区五线市 中小企业农与指导员 约一百位参加 除了中创园区导人 并邀请目前 进驻中创园区的三家厂商 领域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银海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日照能源有限公司 介绍研发创新 发展概况 藉由中区五线市 中小企业农与指导员 分享近一年来 协助中小企业的成果